中火站整个台中才占多少 打人这17 关掉就会改善吗 大家会期待说 那我气象调略不好 是不是你少发一点电 我就会更好 前一阵子就是303 0303这个停电之后 有几次的不断的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波段 人家叫火力全开的时候 所以这个中火他们就在叫 台中的市长 或台中的地方明代也在叫 我发现不分蓝绿 他们就说你这火力全开 但是又造成我们台中这个 酿成红亥 你觉得呢 最近的空气从3月16号 我看到报纸上 3月3号跟3月16号 你看昨日雾茫茫是 3月17日的报纸讲的是昨天 中部空气品质 红色警戒 这个是有评有据的 那是什么原因 以及就说 你看他们说酿成红亥 而且第一位还说 很心痛 这都真正在头盘头 你来说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要平时的来看 就是说其实空气污染 除了我们去管制这些污染物的排放 那某些程度它很受气候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没有风 或者说是从境外吹进来 东北季风从外面带进来 这个都可能 可是他们常想说 那个空气污染 交通的那个空气污染的量 才是大宗 对 所以我说要平心而论的讲说 就以台中为例 台中它固定污染源排的比例大概32% 移动污染源占27% 然后它的所谓液散污染源就像工地的阳城 什么占了47% 那你如果说真正讲 工地阳城最高 对 40% 然后你说 好啦 那你说中火 中火占整个台中才占多少 17% 所以以前有人跟我开玩笑说 那你台中说要改善 把中火关掉 关掉就会改善吗 不一定啊 它怎么占17%而已啊 它不是全部都它的责任 这比例它会质疑是真的数字 这真的 这是统计的数字 那它应该改善工厂 所以要各个方面都要去做 因为你光只有把中火关掉 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对 这是我觉得要平心而论的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中火他们这一些年很努力在做 因为我刚讲 我们议员署长开始做那个 就把经济部找来 我们两个部会的次长坐下来 你说国营事业 你哪些能改 通通算出来 爬数出来 多少钱 什么时间做好 然后由国营会来列管 所以他们是一步一步在做 所以像中火来讲 它从105年开始改善到100年 110年 它减了61% 空气污染污 就是说中火是17% 在台中 但是17%里面 它有减了61% 对 然后它如果 照它现在规划 它到114年 它有一些燃气要顶替燃煤 那到那个时候 它可以改善到78% 就比105年 2026年 对 比105年 它可以减少78% 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改善 不能说它没有改善 其实它很努力 那么就303或者说是3月16 16这个 那当然气象因素不好 所以空气品质确实是不好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环境即时通的APP 按下去 所有的测站即时都会出现 所以那都照不了假的 你该是黄色红色绿色都会同一个时间出来 那当然我标局的那3月16号真的是 那两天确实是空气品质不好的时间 那我们从气象也都可以看到它为什么不好 比如说你的逆温层太低啦 风太低啦 或者说是吹东风啦 这些都可以判断出来它为什么不好 所以不是停电火力全开的因素吗 不是 所以变成说这个气象调度本来就不好 那当然大家会期待说 那我气象调度不好 是不是你少发一点电 我就会更好 对不对 老是这样